列印與預覽列印 當我們的文章編輯好了,我們需要列印 那我們可以選擇檔案,選擇列印 那我這邊沒有設定印表機 所以他直接選擇傳輸到某一個軟體裡面 你可以列印字檔案,也可以 那有印表機之後,你就可以直接選擇列印 印表機的屬性,你自己在這裡設定 可以選擇屬性列印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稍微簡單的預覽 印出來的狀況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你可以選擇我要列印第幾頁 列印的時候可以後面的先印 各種設定,基本上這些跟 商業軟體商業設定 大同小異 沒什麼 太大差別 那你可以選擇列印預覽 我直接在頁面上看 我先預覽一下我需要 印出來的狀況對不對 那你可以選擇兩個paper或者四個paper 更多個paper去弄 那目前我們只有兩頁,所以我們paper 大概只要兩頁就夠 然後檢視的時候你可以調整 看 多大 檢視的範圍 那需要列印,直接列印 那如果預覽完了 直接選擇 關閉預覽 直接選擇關閉預覽 這樣 就可以達到 節省我們 紙張paper的一個目的 我們檢視 FeldB 我們檢視檢視正確 再一次的做列印動作 都可以表達